字幕 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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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Lee 最近出片出的髮型 在家裡剪片也剪出來 我和阿凡很想找一幢無敵大海 望一幢無敵草地 吃著好蛋糕 結果我們就選了一間新的人氣打卡餐廳 它在華欣和七岩附近 開了三個半小時的車 現在和大家一起去吧 Hello 華欣 嘩 真是看著無敵大海 而且很有泰國風情 很餓 立刻先點了食物 剛才吃了薄餅也不錯 嘩 蜜糖蛋糕是否很帥呢 很香 自家製打了奶油 下面有個蜜糖蛋糕 蜜糖檸檬蛋糕好吃 這裡有最低消費的 你可以叫一杯飲品或者食物 不過食物的選擇比較簡單 主要是薄餅 但蛋糕這裡有很多選擇 而且都很別致 很喜歡的 嘩 這麼快就過了一個小時了 是時候回曼谷了 但不如回曼谷也找一間特別的食物 就去那間 什麽十大必食海南雞飯的老字號 試一下 看看是否這樣 我就是知道這間店 超過十年了 在這一區很出名 我們來自香港 我放口做了十八年了 我們整家人一起經營 你走去我媽媽 Hello 媽媽 Hello 媽媽 Hello 這個是妹妹 Hello 她是我弟弟 弟弟跟人家打聲招呼 Hello Hello 這是我媽媽 我們買了雞蛋糕 雞蛋糕 雞蛋糕 OK 雞蛋糕 雞蛋糕 從其他公司買 但不是全熟 然後他們回來再煮 我們的雞湯也很出名 除了雞骨 雞內臟 還有蒜頭 還有很多材料 每天開四點到八點 沿途不停有人在等外賣 我訪問完 我自己跟著 已經沉頭汗濕了 但是人籠也挺多 由四點開到八點 因為以前 他們開到九點 現在說八點後 開始做清潔 就不會再賣了 這麼巧 是啊 這麼巧 我們來吃這個 街頭隱世 不是隱世 其實很多人都認識 就說這裏的雞 不是打針雞 那就來試一下 不過原來 是馬路旁邊 所以都要看一下 它有兩個尺寸 小便50元 中尺寸 就是60元 現在我們叫它兩個小時 哇 有人跑步 真的 你猜拔完它是甚麼顏色的 看看 我還沒看 甚麼顏色 OK 說真的這裏環境很惡劣 還有吵 跟著有大層 真實的聖人 非常之吵 試吃開始 根本界 這個尺寸跟出電那些差不多 尺寸 好像大一點點 那現在試吃 這是油雞飯來的 不是白飯 是油雞飯 那試一下飯先 注意 它還有碗湯 有很多材料的 就是有豬行 用那些雞的其他部分 熬出來的 還有雞生都有 還有冬瓜 來試一下 不如試一下湯 咦 不錯 好有家裡的雞湯 不知道有沒有下味色 但是有雞湯 在這裏多喝兩碗 真的不錯 剛才的雞湯 我覺得 當然是家製的那些 正很多 還有我覺得 是有雞味的 還有材料多 如果我們出去吃海蘭雞飯 齋湯就見不到材料 它就把材料全補給我們 第二 它的雞 我覺得不是叫滑 還有沒有了中間皮 還有肉的 我覺得差一點 但是飯真的好吃 可能它是瘦雞 會不會呢 所以沒有啫喱 但是其實那個精華 太過海南雞飯的精華 就是那種啫喱才好吃 那它太瘦 也是不對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要適中 過瘦 還有過肥都不對 你說得對 你說得對 但是它的米 都是值得出用雞湯味 還有蒜頭 總之混過炒過 都算是傳統的 泰式雞飯的 都算是傳統的 泰式雞飯的 我覺得如果來到這裏 如果要試 叫外賣好些 就是這條路太吵了 那我覺得 如果天氣不熱的 接受到的 這個噪噪音 我不介意 我寧願在這裏吃 就是那個 有多個感覺 都會在這裏 好 那我們今天試這個 地道人說好吃的東西 有法國 可能我就一般 我們是不是住有一個客人 很明顯 這個是叫真實環境 好了 我們現在告別海南雞飯 接著就看看這條路 非常熱鬧 那旁邊其實有這間 吃些煎炸食物 現在我們就在Sukuri24行 接著前面就是青萊咖啡 有一間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而再前面Sukuri33 就是日本區 有日本超市等等 有幾間日本餐廳 好了 轉到這裏 就是大家熟悉的這個牌子 咦 又是你嗎 路人甲 是呀 現在已經下雨了 是呀 現在已經下雨了 好 永泰是再直去的 永泰再直去 旁邊這條街 轉了就是 是呀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永泰 那 現在這間是最出名的 很多人都認識的 然後這裏 就是龐虹的BTS 前面那裏就是海南雞飯 真的非常之近BTS 好 現在下雨 我們快點衝上去BTS 2號出口 接著我們就應該是向這邊的 轉左下樓梯 就去吃雞飯了 下很大雨 快點 立即搞定 那些魚都小了很多了 是的 那些魚覺得 很多人排隊等著過 大家都很受規矩 第一次進這樓梯 這麼多人走 通常都兩個 幾個 剛剛一時 因為剛才積積埋 那些人都過不了 一次過 現在這一刻 這個片段 讓我扮一下DJ 我們在華欣那間餐廳 然後就去看 回到曼谷 沿途我見到 哇 曼谷這個大城市 那些基建真是很厲害 完全沒有停過 即使疫情之下 其實很多基建都在運作 現在曼谷開了 泰國開了 很多之前沒有開的店 都已經開了 人流都多了 跟大家欣賞一下 沿途的基建風光 不知不覺 在曼谷住了四年 這四年的時光 真的過得很快 我們都製作了很多條影片 當然 當中都有很多不足之處 很感謝網友的指教 和提點 希望來日我們可以更多的分享 希望你都留言給我們 令到我們有更多的動力 去做片給大家看 好了 今集先看這麼多 Sawadika